如果說按照國外的程序來說 如果病人已經到了休課 或者是有其他嚴重的腦部損傷的話 其實他致死影響是最高的 那一般來說常見就是肺部的一些併發症 其實我們的經驗很多病人進來的時候 通過合併肺部到肺部的一些靜論的情形 我們說的兼職性肺炎都會出現 那當然是有很高的比例也會有很高的比例 但是我們臨床上在診斷上 如果看到病人不免疫發燒肝脂腸的時候 如果又有一些旅遊史到山區旅遊史 就可能要懷疑是有這個樣複病的症 醫師他會幫我們提醒一下說 因為你剛剛講說從3月開始到6月是高通期 然後尤其最近是那個少日的期間 他會做個提醒的嗎 那當然是我們要注意的 然後從現在已經是3月中了 那未來我想很多像縣市就開始會進入少路 那可能人們再進入山區的機會就太大了 我想歷年來開始都是從樣蟲頓流行 都從3月大概3月中開始 他的趨勢就要慢慢上升了 那大概未來就一般來說就是到6、7月會到一個頂峰 那之後可能會慢慢下降 可能秋天的時候可能旅遊又盛行 大概9月到10月可能會出現到第二波業期 那所以目前來說可能還是提醒大家 未來有機會到山區旅遊 還是掃墨的時候不要做對人的蚌褲 特別就是說你最好是穿長褲 不要穿著蚌褲就去那種接觸草叢的環境 那如果說真的沒辦法可以看一下蚌褲也能做一個地方 男生最常出現的部位是在下腹部跟會音部 第二個是前胸部 那女生就比較常出現在前胸部 那第二個也是下腹部跟會音部 所以我們前胸到前就是我們身體前方 胸部跟我們會音部這個地方 不管男生女生就是一個我們要做身體檢查的重點 不是只有找腳的地方 腳的地方出現的比率 男生當然是比較高 女生只有7.4% 所以我們在如果做身體檢查的時候要注意 那我們要怎麼樣做診斷 所以診斷其實這個疾病有時候就是發燒表現而已 你也算找不到什麼特別的 所以我們針對不黏黏發燒的病人 就要去仔細去詢問他的病史 特別是有沒有去一些山區的旅遊史 那有沒有跟動物接觸史 那身體檢查就要注意皮膚有沒有一些潰瘍性的交加 跟黎巴結腫大的情形 那其實我們抽選檢查其實看不出什麼特點 大概有85%到9成的病人會出現一個單子素異常 那其他的檢查就比較不具特異性的 然後因為樣蟲病是第四類法定傳染病 所以我們對於疑似的個案就是通報 那通報因為所有的醫院都沒辦法做這個檢查 就是一定要通報疾管局 他就會去抽血去做核酸檢測 另外也做一種抗體的檢測法 這樣才可以做一個診斷的方式 那所以我們整體來看 像我們去看病人的時候 哪一些病人要懷疑 第一個就是不黏黏發燒 第二個就是有一些比較高流行區的 一個縣市的山區的旅遊史 單子素異常 那當然你有看到交加更好 那這樣我們大概就是評估會去通報 才可以有一個結果註現 那治療來說的話 大部分都是使用四環黴素 當作是第一線的一個抗生素使用 那如果不能使用四環黴素 像說有些孕婦小孩 不能夠使用四環黴素類抗生素 就會用新型紅黴素 那這個是兩種治療的方式 那當然整體來看 這兩個治療有什麼差別 那唯一差別比較大的就是說 他們退燒的時間 那中位數退燒的時間 四環黴素大概48小時 新型紅黴素大概60個小時 大概差了12個小時左右 這種疾病其實 你如果看疾管局發布的新聞稿 它的致死率是很高 他們會寫到六成 那當然是有學者 針對很多國家發布的一些期刊 做了一個把它做一個聯合的分析 可以看到 其實它整體來說 中位數死亡率大概六個勝 你可能有像疾管局寫的說 六十個勝這麼高 不過整體看像日本 日本統計的 日本還有印度 還有斯里蘭卡 還有新型內亞統計 有些比較高的確實沒有治療 死亡率有到七成的 那不過把這裡面統計的人數 大概整體來說 將近兩萬人裡面 大概沒有治療的有 就是死亡的人數大概有將近2500人 整體死亡率也是12.7% 其實死亡率還是算蠻高的一個疾病 那哪些人是一個高風險 死亡的高風險 這是一個南印度的醫學中心做的一個統計 他大概2005年到2001年 收集了大概600多位 其實有大概有212位 臉變成多重器官衰竭 我們剛剛有提到最常的 影響到的器官就是肺部 會有呼吸腫破 會有肝子素急性肝炎 這種出現的比率是最高 大概三成左右 那當然是更嚴重的就會休克 甚至出現腦炎的情形 大概也將近兩成 如果你發生了這些多重器官衰竭 死亡率來說的話 就可以到將近25% 整體來說死亡率大概9% 所以我們要注意就是說 如果你羊蟲病出現的時候得到了 要注意有沒有 臉變成多重器官損傷 如果有的時候死亡率就會比較高 那哪些人是死亡的一個預測因子 像說正面在記憶部統計發現 如果你使用腎壓藥 休克使用腎壓藥 你的死亡率是比例是最高的 那如果你有傷到腦部 中樞神經損傷 大概有六倍的一個死亡率 如果你有急性腎衰竭 大概我們說的肌肝酸大於2 也3.5%的死亡率 當然來說你使用呼吸器來說 死亡率是大概有兩倍左右 這統計上就比較沒有意義了 那當然是原則上我們要怎麼樣去避免 就是哪些人是一個高風險族群 還是說你看到診斷一個樣蟲病的時候 你出現哪些就是要特別注意 那這是韓國做的 他針對嚴重樣蟲病 就是我們剛才提的 有一些器官損傷的人去做分析 他會比較常出現哪些族群 第一個就是年紀大的 60歲以上的 他的風險比是3倍左右 反而看到沒有交加 有交加反而是比較好 你在身體找不到交加 風險比例是6倍 那如果你抽血看到白血球 增加大於1萬 也是3.6倍的一個風險比 那如果病人有進展到白蛋還比較低 也大概5倍的一個風險比 所以如果有出現這些症狀 可能相對來說 他會演變成我們說的 器官損傷的機會說比較大 那最後面要做一個結論 那我們原則上還是預防 剩餘治療 我們知道量蟲東方體 血清型眾多 我們感染到同域型的血清型之後 其實有長期的抵抗力 你被同型感染你是不會發病的 因為我們現在不同的國家 其實血清型都不太一樣了 所以你如果也有可能在感染不同的血清型 那也有短期的抵抗力 但可能也會再次感染 只是症狀比較輕 那我們最主要的預防方法就是 避免被樣染複雜叮咬 其實樣蟲並不會人傳染 他是要透過蟲梅去傳染的 那我們最好的預防方法就是 避免被這種傳染性的樣染叮咬 那當然風險區域就是山區 所以我們在從事一些山區休閒活動的時候 盡量要穿著長袖浴褲 最好有鞋子、手套 就皮膚裸露的地方 可以使用一些防蚊劑 當作一個預防 當然是有些人就是說 你真的要去高盛行的國家 就像說你要去印度、斯里蘭卡、緬甸 這種高盛行域的國家 那我們可以考慮預防性的頭藥 我們可以用四環梅術 或當作是一個預防性的頭藥 總結來說的話 樣蟲病是一種透過樣蟲 又成為媒介的一個傳染性疾病 那最主要的臨床表徵就是持續性的發燒 那其他的臨床表徵可能不具特異性 發病就診的時候 因主動告知 醫師的旅遊史 還有是否有去一些草叢 特殊地方的曝露史 要給醫師當作一個指引 這樣可能才會比醫師比較會想到 你可能有樣蟲病這個風險在 對於醫師的個案 那我們還是盡量會提早通報 自己管局 因為所有的醫院都沒辦法做這方面的診斷 如果你有早期診斷 頭與適當的抗生素 那當然是會減少病發症跟死亡率 不會發生這種情形 樣蟲病的治療 其實是要及時 我在成大的時候遇過一個 三十七歲 我是這次沒有秀出來的 因為在成大的案例 三十七歲 他是一個 他的公司是專門做鏡頭原木的 他其實在已經不舒服 大概將近一週出現皮膚疹 才到成大就診 就診之後 大概馬上很快就呼吸衰竭插管 醫師不清整個腦部水腫 那其實住在家務病房十天就死亡 那其實變成是說 為什麼我們要強調一個 即時性的頭藥 因為其實很多東西真的是 你有提出鏡頭藥是 因為這個是很特別的 一個 致病菌 他是躲在細胞內的 常常感染到內皮細胞 內皮細胞 我們知道內皮細胞跟 我們現在COVID-19 SARS-CoV-2是一樣 他也是很喜歡是輕拍內皮細胞 所以你看 這次COVID很多人會造成血栓 全身的症狀都可能會出現 所以其實一樣 他不會說我感染之後 你在哪個器官會出現化膿或什麼 那只是擔心他後續的病發症 不能很快去處理掉 度過這一關 剛才有提到的 多蟲器官的一些損傷 如果可以度過 其實病人很快就可以痊癒 我是沒有秀樣蟲的生活史 樣蟲是蟲卵孵出來 是一個幼蟲 後來變成 這個叫Nafi 後來變成成蟲 如果說我這個蟲子 已經感染了這種 樣蟲東方體 他孵出來的卵 產生的下一代 全部都已經有自病菌了 就是他是一種垂直 除非他孵出來這些死孫 全部被殺死了 不然他每一隻幼蟲都是帶有這個自病菌的 他就可能傳染給 盯著咬的人就會傳染給這個 把這個自病菌帶給他 那我們說可以隨時傳染 是指這個樣蟲 那我們說不會人傳人不會說 我人我得了樣蟲病之後 我跟打個panting就會感染量蟲病 不會 他的感染一定要通過這個蟲 當作是一個媒介 他就是咬 因為我蟲咬了之後 他脫衣裡面會把這些自病菌 從傷口感染到你的身體裡面去 就是前面 應該全部都要改成這個 因為我們那邊沒有改到 就是這一段裡面的話 都是同意要改成這個樣蟲東方 因為他 你只要樣蟲被這個感染之後 他是一種細菌 我們說的細菌 他其實以前歸類似立克氏體 現在在基因地區來說 他其實不歸立克氏體 所以才會特別 這個病名叫樣蟲東方體 那他感染到這個樣蟲之後 這個變成說 他是變成 他這個樣蟲咬了你就會把這個樣蟲東方體 感染到你的體內去 如果你這個樣蟲沒有感染到這個樣蟲東方體 你被他咬是不會 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他還是要透過這個蟲美 感染的一切就是 當作一個感染源 這個就跟感染 像燈格勒一樣 燈格勒不會說 我人咬了 就是感染燈格勒 他一定要透過蟲子去咬 這個就是一種媒介 那其實樣蟲病 就是一樣 只是他的媒介是樣蟲 不是蟲子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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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